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被直言拒绝了 说是没有别的马车 即便是有 也要先给皇后还 其二 素顺建议咸丰杀了慈禧 咸丰从小体弱多病 而慈禧略懂笔墨 时常帮咸丰批阅作折 素顺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 让咸丰杀了慈禧 可咸丰不忍 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慈禧 所以 慈禧对素顺是深无痛绝 即便他没有兵权也要杀了他 如果你是慈禧 你会怎么做 欢迎大家关注我并在